来 朋友们听听这段聊天记录的内容 51街区的居民现在听好了啊 谁在叫你们下楼去哪隔离 千万不要下楼 我们现在给拉到那个方舱医院 治病的地方 治病的地方 有阳性的地方来了 51街区居民千万不要下楼 我是51街区拔洞的五门的 他们把我们接走 说是我们要给我们送到宾馆去隔离 一人一房间 现在给我们送到方舱医院来了 现在给我们拉了没人管了 在车上我们不赶快下 这就是政府 政府的让我们都下来是说的隔离 说给我们隔哪来了 大荒店子 现在五十一街区的 社区的人打电话不接 把我们骗下楼就不管了 我们也是跟你们一起下一楼 给我们整一个大库房 大空房子里也老冷了 对 我刚才打110报警 没人管 打12345等待处理问题 关键我们八点钟钟就出来了 一直到现在 车里边太冷了 咱们社区存都是网吧毒子 社区这帮领导存是大损总一个 社区和物业没想到这么损 把我们骗出来 用小车拉出来的 后来给我们塞到大客上 以为上宾馆隔离 贵旗给我们送到方舱医院来了 贵旗带 感谢观看 我姓马 然后根据疫情防护要求 现在给大家请来了 请来到方船医院 这个方船医院比12码架的环境要好 怎么个好法 在整个一个大仓库里头 然后跟个通铺似的 这就好 空气也不如通 这就好 我说比12码架 为啥没给大家送到那个12码架呢 就是相对来说 这块要比那块的环境和环境要好 如果说在一个得 我们自己都得得 我们都会变一项 如果说在这环境 一个得 我们都得得 这样的空气不留 不 他们应该是有设计的 我们那种病毒 跟我们圈到这 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phone 杨栋梁 哈 笼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赞 笼 杨栋梁 大梁 鲁 打赫梁 唔 杨栋梁 大的梁 mov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十一街区的居民现在挺好了啊 好了他们终于是把这个地方给争取掉了 去到了酒店 但是这块地儿空着 终归还是会有人去 你一躲开了 别人也会落在那 那怎么落在那呢 估计还是要被骗来 所谓的骗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